天秀是個歷史優秀的節目 過了過了 沒關係 好 我們的遊戲就是說 每個獎者只能上來五分鐘 五分鐘到了我們把它改下去 因為我們剛剛頒獎頒得有點久 然後我剛剛臨時起義想玩一個小遊戲 各位獎者聽好了 第一位老師可能比較不好意思 你可能來不及可以聽到新遊戲規則 如果誰可以在一分鐘內講完的 我送他一件衣服 好 世界獎求雙贏嘛 所以我們缺時間啦 講者也缺衣服 那我們就 記得你一下齁 好 那我們就現在開始 欸 OK了嗎 欸 這個怎麼切過去 欸 有人可以求啊 沒有影片不出來 求人 沒有畫面啊對不對 沒有畫面 欸 最鈴鐺 OK了齁 那也謝謝聰明 欸 還有手錶 沒有 太陽 很快 可以看到一個 沒有畫面 不要看 移動 變成卡繪 又要另外一個 自己把它變… 對 對 對 因為他不適用一分鐘的調例 所以我優待他一下 給他調一下那個 沒關係,我用講的 五分鐘喔 我們照慣例 開始 開始 咦 我不要 這老師是第一次 學校單位主動提出來說 我們要支持贊助Post Cup的 謝謝你們 謝謝 我還是決定不要那件T恤 我這個因為不能播放 所以我就這樣很快的勾讀一下 那我個人就是目前在中央資工 副教授隊長 那我為什麼今天要來這裡 我想介紹一下我們這些 做系統的教授們 想要在一些教育上有一些改變 那為什麼要做一些改變 到底過去發生什麼事 那各位先進也好 或者各位是學生也好 其實大概大部分很多都是資工系的 所以可能知道一些資工系的生態 那這個 這個其實是一些現實環境 我們在學校老師 或者你是同學 大概都遇到過 其實這個 你的同學可能不會coding 那當然我這邊用個 那是台大資工啦 對 因為我跟幾個台大老師很熟 所以這個到底是誰的錯 為什麼資工系的學生出來不會誰 當然有 一頭拉鋪啦 包括是我們 我先講就是我們這些 學校的錯 因為我們設定了一些考試 研究所入學考試 包括真是 那都是以看成績為主 那當然還有一些什麼升學主義啊 這個我就不講 那 所以我們要幹嘛 我們希望這些 能夠有多 更多多元的入學的方式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覺得你想追求 念研究所這條路 也許你很厲害不需要 那沒關係 那個人的人生選擇 但是比如說 你想要再進一步追求 那 中央也好 國立大學有這麼好的環境 你可能因為不想去補習 不想去背那些東西 你進不去 所以 我們希望從我們這個系先開始 當然 做一個試點 未來看能不能成功 讓別的資工系 所覺得 其實這個整個過程 應該這樣做才是對的 所以 我們在明年的中央資工所的軟體工的碩士班 我們有 就是在年底真是 我們會大幅改變這個 真是的方式 第一個 第一階段 你還是有個 就是書面審查 很自私 不過我們希望 你能夠給我們 你做過了什麼東西 那第二階段 你來的時候 我們會有個上機考 這上機考的提醒 比較偏向業界 那我們有商情那個 JSERV大大 能夠參與出題 不過 我不曉得各位想來解他的題目的話 就來報 那 再來 那另外一個管道就是 因為 有一些比較 你知道偏領算法老師 他們也舉辦這個CPA很久 那 雖然說 惠傑演算法的題目 我們不認為 一定會做系統 不過至少他是會Coding 那 這個是我們的希望 那 我們的Vision就是說 在學術界 總得也有人起個頭 做一些改變 那 希望建立一個 風氣就是說 你職工系的學生 本來就是要Coding 不然你念職工系幹嘛 可以了 可以當教授 所以可以當教授 學論很厲害 可以 我快被CUT掉了 所以 所以 那 藉這個機會 希望就是說 把這個COST CUP 或什麼 其實 我相信各位 你如果還是學生 你很多大理同學 可能都不知道COST CUP 這些社群 這些 包括Open Source軟體 他們其實接觸的很少 大概結束 Q&A 我應該相信沒有Q&A 如果各位 要一分鐘 一分鐘 一分鐘 一分鐘就是說 我希望這邊 各位能夠幫忙推廣一下 那 也許你今天就是一個城市很厲害的人 那 你今天也剛好大師 或者你知道你有大三 你有學弟 大概 快要進入這個階段 那告訴他們 我們有這條路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些學生能夠專心進來 就從事實作 然後做出一些讓全世界驕傲的 台灣人寫的軟體 就這樣 謝謝各位 聽著我痛哭流涕 我可以報名嗎 我要再唸一次壽司